黄子娇这次的爆料有点猛 当她自己因为性骚扰和硬拍人家女孩 裸造的事情被爆出来以后 她似乎不想只是自己一个诺马 选择玉丝俱焚 掀起了宝岛娱乐圈的大地震 被爆料涉事中的所有人 纷纷表示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大家应该记得前段时间 小飞爆出小孩正面罩 都被起诉的这个事情吧 是不是觉得某些人的反应比较反常 被爆出来嗑药都不直接起诉了 还发什么所谓的声明 公破谣言最好的行动 不就是直接去做血检尿检吗 这上大家很是不能理解的部分 是不是 到这个时间点呢 卷有人想为她洗白 洗得了吗 黄子娇爆出来的时间地点人物 都这么清楚 这还不能说明事实吗 还真的非常感谢黄子娇的爆料 终于得以啊 汪小飞和张兰女士 平渊遭雪了